U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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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看, bald,這個額主角叫做絲絲小可愛 有聽言父賓斗的朋友,實在是 gel到有夠可憐的啦 不出一外的話也會馬上就出一外囉 大家實在是受香榮,都要不聽起來 我從這裡拜託大家聽起來 裡面會固定update,一博,還有一博的精華 好啦,這期的項片就要開始囉 汽車教授,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今天非常開心來到熱情的高雄 我們來到道成國際 Tony 你好 我告訴你他從第一支影片我就開始看他 終於有機會 我也是一趟遠征南下來到高雄 觀賞一下愛快的大軍團 等一下那個觀眾朋友 後面可以欣賞一下他們這店裡面的排場 真是太美了 每一台車出去都可以直接去 借劇組去拍電影 對於愛快已經誠失了 然後呢 我這跟Tony這個商議說 在裡面挑一台我最有興趣的 然後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我會對這有興趣的 對啊 我先講一下147 我們這台是幾年的 這台是04的 04 就是末代去貼的 差不多那時候 在我印象中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車 大概是在03年左右 我就覺得他的這個整個造型 跟他的線條 還有他這個最經典 現在已經那個像那個Julia Julia是不是 那是叫Julia嗎 Julia 已經變成一種很像金聲尖笑的那個 對對對 這有被笑過 金聲尖笑的 你不是有貼過那個圖 對對對 想要金聲尖笑的想要衝到天花板上去那個吧 嗯 那個那個那個片段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好不好 然後呢 今天我們這一台比較特別 你說這一台是這個 GTA的版本 GTA的版本 當時要紀念這顆引擎 因為其實這顆引擎 從大概70年代就一直沿用到 他從75開始 就一直就使用 麻把的75開始 對對對 就使用這顆6缸的引擎 然後Busso其實是這個設計師的名字 他年紀大了嘛 他們準備要退休這個6缸 然後要生產一個全新的6缸 但後來研製了很久 所以他中間都是用那個 Multi Air 就是我們說液壓開啟的那個4缸 有1.7跟1.4的 這時候他做了一個3.2的版本 就最終的這個版本 有250匹 然後他放在兩台車上 一個就是147的GTA 然後可能156的GTA 156的GTA 然後在這個引擎 停產的過好幾個月 這個Busso先生就過世了 相當於已經差不多要絕版的意思了 他已經沒有這個引擎 這就是2004年就是他末代 然後他有出一個3.2 但是Downgrade的版本 就240匹的 是放在外面那個紅色的GTV 他的驅動方式是前驅 前輪驅動 你想想看喔 那麼大一個引擎 然後放在一個前驅車上面 我很期待等一下有機會去 試開看看開起來是什麼感覺 可是我現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先請Tony幫我介紹一下 你覺得這台車 它的特點跟它漂亮的地方在哪 外觀的部分的話 因為它的設計師其實蠻有名 就是那個Walter De Silva 它其實設計完這台車之後 它是去設計Volkswagen的那個Siraco 所以其實在側腰線跟窗線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些些resamblers 就是它一樣的地方 還有後尾跟造型 它最特別的是 它為了要讓這台車看起來更運動感 其實它做了這兩個氣化的差別 所以這個盛行水上護照旁邊 又開了這兩個洞 對 傳統的愛快是不會有這個 它會有這個三角形跟下面兩個氣檔 但這兩個就是當時加進去 然後這個也是它當時改變 第一次改變三角盾 變成有一點土圓形 更像盾牌的這個造型 所以這是這台車外型方面比較特殊的 我發現一個很特別的 現在已經規定 台灣監禮站規定大牌不能鎖在側面 可是唯一你還看得到就是在愛快上面 而且是合法的 所以我就想說奇怪 現在的那個D22 它為什麼不把它 它那個鼻孔現在變那麼大 它為什麼不把它排用到旁邊 就覺得怎麼看怎麼掛 它如果掛到這邊搞不好更帥 對不對 現在唯一可以合法側掛的就剩下愛快 對啊 所以你唯一能看到就是這個 要不然就是Evolution 然後引擎蓋跟側腰線的部分就是 它前面其實你可以看出 它有一點點做要爆歸的這個圓孔 其實當時是很特別的設計 其實後面也有啊 它其實沒有 它其實是一個square 就是四方形的設定 四方形 其實它原廠就已經有預留這個概念給你就是 這種車要做Reverse Dagger 就是它要前輪寬 後輪載 屁股才會帶滑 然後再來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它後照鏡的設計 其實是有一點超跑的元素 就是讓它是懸浮的 啊我懂意思 它是做出來 然後一顆圓形在外面 所以整體的造型上面 以Hatchback來說 它算是非常有侵略性 它不是整個基座算是這樣子 對對對 我覺得這次它這個外型特別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接下來要把它引擎蓋打開 因為我跟你講Alpha的這個引擎很漂亮 傳說中的3.2 我跟你講 那時候看到這6根亮晶晶的東西 就會高潮 這很多人不知道這其實是原廠的 因為現在的鞋車都會有一個蓋子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當時為什麼會做這個騎管設計 其實也要追溯回75 這個引擎原本是直列的 對直列 因為它75是後取 然後這16是首次把它變成 Transversal Mount 就是橫置式的前輪驅動的設定 它才去把騎管的位置改變 然後做成這個樣子的一個程式 還有它這個一個很特別 你看它的夾角 它是60度夾角的東西 對你看這V6夾角 跟它放的位置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有一個在開之前可能要先理解 它的引擎mount的位置 重心其實是偏上 但這個邏輯其實在 就是結構學來說應該是錯的 應該是要越低會越好 但你等一下開的話 你會很明顯感覺到車頭是重的 但它的那個承重感 並不會讓你有恐懼推頭的感覺 這是我覺得愛快對於懸吊邏輯的設定 最厲害的地方 但是我這樣看 我啦 站在我外行的角度看 我會有一個想法 這三缸 感覺是不是比較容易磨損 你說角度的問題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車當時設計並沒有做鋼平 因為它原本是直列式 然後正常的角度 所以每一顆捕手 每一個人開 養出來的結果 都會是不一樣的 這麼特別 對 所以它的耗材跟一些配備 就是在修理的時候 你也會遇到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車子就真的是 你要購買它 你要真的知道這台車子的一些歷史 你才會比較安心的可以去購買它 但確實你說的那個問題是 比較常遇到就是 卡爾一定要用它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 頭段墊片那個Gasket 一般都還是會有燒毀的這些 狀況出現 除此之外 我啦 我個人覺得這個引擎 反而比TS還好用 但這個引擎 確實耐用度應該是不會太長 它從70那一直延用到 愛快很多這種 像你知道那個Spider 它其實從60年到一直到90年 它都沒改過改 它只有外型上做一些改變 我覺得這很棒 車子就是要這樣 一台車賣60年 我覺得這車子很棒 現在在台灣一台車賣10年就很屌 可以賣到60年這很厲害 然後要整附這個車子 其實難度不是那麼高 就是要找到原廠的肥廠 其實現在都還找到 附水箱也都是有新品 所以其實整體來說 除了水箱大部分人 會換成附廠以外 這個車子盡量都是讓它 水箱要換加大了 對 溫度散熱是愛快樂的 這個是不是日規的 這是日規的沒錯 它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日本的貼紙 有一些日本的貼紙 這應該是日規的車子 這個車子的 我是盡量讓它回復原廠 所以目前的避震器 是原廠具體的 還在改造當中嘛對不對 就剩輪框 然後還有排氣管的尾段 我個人覺得找到可能性不高 然後還有一些小地方 就是內裝的部分 還需要再更完善 就希望能夠像 老車翻新一樣把它做到 我跟你講我們的頻道是 很難得看到這個牌子的車子 因為說實在的話 我們收到的機率越來越低 以前我還有比較有機會 會遇到一些156 142 147 其實147還是偶爾會遇到 但我覺得太少了 要在我們頻道看到 那麼特別的車子 所以要記得 那個Tony的道成國際的頻道 要去訂閱一下 感謝感謝 真的因為我覺得這個車 現在很多年輕人不知道 我今天為什麼一趟路來高雄 就是希望把它推廣 給我們頻道的觀眾朋友 我覺得它有它的設計理念 它有它的浪漫在裡面 接下來我順便趁這個機會 假工技師一下 看一下這一台3.2 V6 聽說這個是法拉利的 你說是法拉利的 同一個設計師 法拉利他獨立創廠 開場的時候的第一個 引擎設計師 然後後來他又挖了愛快 另外一個人 所以愛快才把PUSHOR 又挖回去愛快 像是交易球員這樣 換了一個引擎設計師 所以PUSHOR這顆引擎 你最早應該是會用在法拉利上 有沒有 我雖然還沒有機會開法拉利 但今天是我最接近法拉利的第二次 第一次是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馬沙拉蒂的點火線圈上面 有寫法拉利的時候 我就很開心了 現在是第二次接近 好不好 我們出去試試看看看 走 YA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哇 すごい 就是這個聲音 而且就是那個 朋友嘴的燈要亮一下 對不對 那是不是朋友嘴的黃燈 我以前146 它那個叫野油門電位計 以前很怕它亮著 呵呵呵 真的以前很怕它亮著 它亮著就是代表 又要去不知道要幹嘛了 對 欸 我錯誤關不起來 靠背 關起來 我跟你講 你是不會懷疑 它如果真的上不來 你是不會懷疑 對 我會很淡定的 你會很淡定 哈哈哈哈 又來了 哈哈哈哈 沒辦法 就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都不會覺得很稀奇 我一上來我就聞到 以前的那個 舊Alpha的味道 舒服 在我那個年代 看到這個車子 我真的就覺得 它的內裝是很精緻 在我那個時代 因為我說我第一次看到它 是在2003年左右 20年前 看到這樣子的內裝 其實對我來講是一個衝擊 說實在 因為我剛進入二手車的行業 那我可能看到大部分都是這一些 Camery CRV 什麼這些比較平價的平台 也沒有看過什麼超跑 但忽然看到一台 欸 147 哇 怎麼會 這個 整個編排的這個質感這麼好 我很想講這個 在那個時候配Boss音響 是一些很屌的事情 基本上幾乎沒有 就那時候沒有這種 沒有沒有 但是最近不知道這幾年 台灣不知道在瘋狂的 在那邊 哈門卡登 在那邊 柏林之音 但是近幾年才開始 有在炒作這個音響的話題 對因為它當時就是標配 對我剛有注意到 然後就很好 可是在那個時候 反而這個東西 沒有被拿出來做一個文章 嗯 我跟你講我開這個車啊 我坦白講好不好 我整個那個熟悉感 比剛剛那個Judia 還要更多 還要熟悉感 什麼啊 我好有熟悉感喔 換檔行程是不是一樣的長 哈哈哈哈 對 但是我覺得 它的排氣管是原廠的嗎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 剩過一段還找不到原廠 所以這個是改裝 這個是改裝 對 它聲浪是真的很棒 聲浪是稍微有一點低垂 然後我一定要頻繁一下 因為你剛才開Judia的時候說 終於有 這個時候 這台已經就有了 就其實 不好意思 我看的可能是 你再更 更舊的 對 因為這台03還算不舊 可是你看那時候的杯架車機 這就 已經很聰明了啦 雖然說 那邊是放零錢的 對 它是放卡片的 它是慢慢進化的嘛 從沒有到一個 然後到兩個 所以這個年代是在兩個的時候 然後我又看到第二個很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那個時候遇到的一些Alpha 這個 對都一定會 你這個算 症狀算輕的 我有換過那個Rewa 裡面有個Rewa 156的會比較明顯 因為147它其實還是有一個這樣子的線 156是一片 就圓弧直接貼上去 有一個很酷的地方 就是我都擁有156E47這兩台 它明明是同一個時代的車子 然後同一個級距 只是一個是做三門五門 欸沒有 156不是比較舊嗎 156不是在95點96年左右 就出了 可是其實156也是生產到跟它同一個時期 喔 有交疊到 可是156跟159有交疊的一個 但你看到它那一裝的陳設是完全重新設計 包括冷氣的出風口啊 都沒有共用的東西 只有方向盤是共用的 有好有不好 對愛快來說一定是不好的 還要花更多的情緒 零件更難找 對對對 對我聽說你有在玩音樂 喔對 對對對 我有去看你的那個 我們最近剛出了第一首單曲 然後MV有上線 叫做Bad Trip 然後我的團叫 你有看出為什麼叫Tiger Mia嗎 喔Tiger Mia咩 對對對 Tiger Mia 髒東西啊 髒東西 所以你叫髒東西樂團 叫老虎 老虎米亞 不是叫髒東西樂團 英文就是Tiger Mia 欸我真的覺得有興趣那個連結放一下 我覺得蠻好聽的 蠻有氛圍的 感謝感謝 這也是一個興趣喔 欸這個不算興趣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才是終身之夜 因為其實我很小就開始彈職 但是中間我也因為父親的一句話 他說因為他對我的教育比較開放 是有認知就在四五歲的時候 就坐下來跟我說 他說我們像男人一樣勾他 然後他就 也是我要玩音樂這段時間 他跟我說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決定的 但是你要問的是 你能不能靠這件事情 過到你想過的生活 對 他這個講法很好 過到你想要的生活 你如果比較台式的 會說你這個沒飯吃 你能養活自己 對 但我確實這樣 他這樣講我自己就反而思考說 欸對我 可能因為從小生產環境 我對於某一些生活的品質 然後是 我是有一定要求的 我想一想 我可能沒有屌到可以靠音樂 讓自己 就是有現在這樣的生活 那知道就是這兩年 我覺得我的經濟狀況 是一個穩定的 然後我對於人生 也有更多不同的 期待吧 就想說再拼一次 反正不會更長 反正不會更長 打不了就回來 繼續當我的 對 車上這樣子 我剛才我們聊天也是 我說你的影片對我的影響 因為真的我剛回台灣 那時候想要做 新媒體的時候 我參考了很多台灣在做車媒 那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就決定了 我要往這個方向前進 你其實最中心的思想 還是要忠於自己 自己是快樂的 你才可以把自己 對對對 我們是在有限的預算裡 傳達給觀眾 我們想傳達的事情 那如果我是為了某一個 Oh yeah 喔這 太好聽了吧 幹這 太變態了啦 而且剛才那個是 你想喔 六缸喔 超級重喔 在前面 前驅 還是有Torke Steer 你剛才那個扭力轉向 有 剛才稍微拉了一下 但是 整體的感受是 Thrill 就是你會很興奮 而且我現在還試著在理解 它這個錶 喔對 它是寫義大利文 就是它這個錶的編排也很 很特別 很特別 對啊 它左邊那個是 有錶 對 然後水溫是 12點鐘方向130 對 然後下面的 6點鐘方向是50 這有點像 以前保時捷不是 它的廠車會把 它的錶移成45度角或是90度角 它是側 對對對 你的視線才看得到這樣子的 對 對對對 不好意思 剛剛 你是被這個排氣管的聲音 打斷你的話 沒有沒有沒有 我自己也還喜歡這樣 對啊 但我覺得就是真的看到了這一點 覺得新式媒體能夠跳脫傳統媒體 就是你說你之前上節目有很多 其實不是你發自內心想說你話 對對對 在自媒體上其實你是可以更完整穿搭 你的意念 對 我覺得我看完了之後就覺得 其實可以 原來台灣的接受程度已經到這樣子了 我可以嘗試做看看我的方式 我認為是這樣 因為YouTube另外一個迷人的地方就是說 我認為每一個人你都能夠找到跟你磁場頻率相近的 我們稱叫同溫層 願意來收看我們的節目 從車子裡面得到一些 知識啊 知識或成就感 你把它定位在Alpha上面 坦白說小小的吃虧 因為群眾相對是少的 因為畢竟我二手車上我的車這麼多 就算我把韓國車拿掉 我把那自己的拿掉 我還是有這麼多 那相對我覺得你會更辛苦 但我是開心的 我覺得選擇用這種方式我是開心的 然後你有把握到第二個重點就是 我認為拍影片就是要自己開心最重要 不能去思考利益點 開心為原則 就是你說的那個過程 其實就我以前很喜歡看電影 學到一句話就是 人喜歡看電影就是喜歡窺探別人的生活 對 其實你是把你的這個過程 你的生活方式給分享給更多人看 讓大家知道玩車的樂趣 其實不是比較誰的車比較屌 是你怎麼造出這個車 然後它跟你有什麼樣的連結或故事 對 所以像你看我覺得 Alpha這個牌子 我覺得真的我的收視群眾 他們相對的比較少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牌子 像我剛才也講說 我們曾經去採訪過Smart 專門賣Smart我也去採訪過 一個朋友 那我都認為這是一個很棒的就是 你們有你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喜歡的一個品牌 並且針對它去做深入的研究 或者是願意跟消費者分享 有時候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想 有的人他的想法會是說 這個牌子群眾那麼小 這很冷門 我就是要靠它的冷門賺錢 這是另一個面向 對 因為冷門少人知道 冷門的車你越難比到價錢 對啊 那我就可以擁有更高的理論 然後再來第二個 冷門的車你都不知道去哪修 你只能來找我修 那我又有了第二條收入 就是你往後 你在外面一樣嘛 小事你保養2000塊 我到XX屋只要1500 一下就被打槍了 然後問題來了 你今天如果你是一個相對冷門的牌子 你去XX屋保養 對 你壞掉你就會來找我了 我還是再缺一筆 所以我幹嘛跟消費者分享這麼多 我安安靜靜的賣這個車賺錢就好 對這就是我其實剛剛一直很想問 就是其實很多同業都在笑我 連我自己的家人都覺得 我的這個行為 我做這件事情 好像不正確 有點智障是我在幫這個品牌打廣告 但是賣車的不是我 所以其他那些車子 就會像你說的 因為這個車子可能因為特殊性高 它取得的管道比較少 所以它可以開一個價格是沒有什麼人 因為市場上的流通性太低 我一直就很想問 因為你在做這件事 其實同行一定也會有一些人 是認為你把一些不該講的事情 講出來了 對你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所以剛剛我來到高雄 我沒有先打卡 我如果還沒有出站先打卡 我怕人家埋伏 我覺得是這樣喔 有一個吸引我過來的理由 來找你合作的理由 我發現你有在針對後勤這件事情做努力 包括我看到你引進的電腦 包括你找了整合了這個修理廠 各間不同的修理廠 想要把後勤做好 那看我節目的觀眾每個都知道 我很在意一台車的後勤 我認為你坐車可以坐得不好 你可以有瑕疵 我自己的理念一樣 我認為二手車絕對不可能 百分之一百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問題來了 你跟我買車 你發生了一些能解決不能解決的小問題 你找得到小師 小師願意來幫忙你 去把這些問題一一的解決 用更便宜的方式 用更簡單的方式去解決 然後不會覺得自己變成一個孤兒 因為我這個年代 我剛剛我們在車上有提過 我遇到了太多太多的代理商來 然後賣了車撈了錢 我保修不做丟了就跑了 然後再過了幾年 哇變孤兒 然後忽然又來一個代理商 然後又撈了幾年又跑了 我講一個最近的好了 歐寶 也回來了 也回來了 對不對 那個是在我小時候 Kedit Omega Tigra Corsa 對Corsa 對Extra 對不對 看到現在 哇中間斷層好多好多 現在回來了 那你有沒有要把你的後勤做好 這才是我重點 當我發現 欸 你有在做這個努力 而不是像一般的商人 我常常在講 如果我們賣轉手 一個車進來轉手賣出來 我是商人 但是呢 如果我做了檢查之後 賣給你再提供你後勤 那我認為我們是服務業 對 我們不是零售業 好 那我發現你有在做這件事 我就覺得 欸 我也很希望有機會 要把這個牌子 能夠讓它在路上能見度更高 然後有更大的群眾 甚至我有機會以後車越多 我有機會 我也可以來買賣這個車子 享受一下它的魅力 把它推廣出去 我覺得很棒啊 對啊 其實就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然後我也受到不管是前輩 我看到一些他們的想法 然後他們的做法 然後還有最重要是車友啦 他們對於這個品牌的熱愛 讓現在還有那麼多愛快車 比如在台灣 然後有那麼多廠家 其實他們已經修了二三十年 還在以為 堅持要修這個車 就像你說這個車 一定有很多的缺點 但它有缺點 但不是沒有辦法修 那修的人 你對於這件事情的 執著程度是什麼 造就我為什麼選擇 來做這件事 其實我沒有必要做這件事 我如果做了本業就可以 所以我那時候看 怎麼會有一個人那麼傻 但就是因為這一群人 他們真的很棒 他們對於車子的熱情 對於單一品牌的那種熱愛程度 感動了我 然後也讓我覺得 我想要成為這個一份子 那我有能力 我有管道 可以取得這一些 零件跟原廠的電腦 對 我覺得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我就決定這麼多 而且我覺得 你這個是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如果今天 沒有人在做這件事情 有一天遲早 這個牌子 會在台灣消失 因為那些修理廠師傅年紀都大 對啊 然後他也不想要再去 去教下面的年輕人來修這個車 因為他也很清楚這個車在台灣 那數量只會越來越少 對 那沒有傳承下來以後 等這些伺服都退了 沒有人修了 對 這個是互相影響的嘛 對 這個保修越來越困難 想買的人就越來越少 那最後這就不見了 還有一個重點 找對人修 對 對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要 確實是要花點時間做功課 這個車不是 我買了 就 我就開就好 沒有 這個車是你買的那一刻起 你才正式成為學生 每一天你都覺得我又多懂他一點 我覺得第一個你對車有興趣以外 而且我一直在強調 鑽車 然後就要找對專門的維修廠 我看過太多那種冷門車 然後到了一間維修廠 問說會不會修 沒問題啊 沒問題啊 師傅 有些師傅會比較嘴硬一點 就一樣是車嘛 但事實上那個 真的Mega經驗 真的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呢 你是有興趣 HIGH ALVA 你也可以這個 到他的頻道 到Tony的頻道 或是私訊他 有些問題 相信他有空 我覺得他會很熱情回答你 因為他很想要把這個品牌 他很喜歡這個品牌 想把它推廣出去 今天這個 147 終於讓我感受到 他那個引擎的聲浪的魅力 好不好 今天以後有機會呢 我搞不好 也想要來擁有一台這個車子 而且一定要3.2 一定要3.2 能夠有部首 就不要考慮別人 好棒 但是我要 你要不要確認一下 這個年輕人 因為畢竟很多年輕人 連這個品牌都不熟悉 我是認為啦 開老世代的Alpha 真的是要付出一點時間 精神跟金錢 那新世代的 你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畢竟這個段差很大 但我認為 如果你要挑戰一些 比較老的Alpha 如果是年輕人的話 應該相對會比較辛苦 我覺得可以從156下手 就像你說 因為它全球賣了六十幾萬台 對 零件耗材 其實它的流通率是很高的 但147確實 照顧起來會稍微比較花時間 然後 對 你要多一點心力 像小事哥在說的 到底你把車子當成是一個 A點到B點的交通工具 那你就不適合買這個車 我都是到G點 對 哈哈哈哈 你開得比較遠 我都到B點 A到B而已 還到不了G 我都直接往B去 哈哈哈哈 往B去 哈哈哈哈 好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還有記得 去Tony的頻道 道騰國際 真的裡面介紹了很多 這個 從油淺入深 關於Alpha的一些 歷史原源 九泉一深 對對對對 那這個下次見啦 拜拜 欺利 尹嚇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or Odo 百年歐系剎車品牌 等您信用